我是战主程一静 今天热什么 最热的当然就是在刚刚下午6点15分 提成完毕的2019年度财政预算案 那走出议会厅 由敦马领军召开的记者会 有个有趣的画面 那记者的提问中原本是点名 要主角财长林冠英自己来回答说明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当财长有点害羞 还是才刚讲完一整本厚厚的预算案 有点口干 林冠英她的反应啊是这样的 那财政部长林冠英不回答 就好由首相敦马依依来解答 针对这次政府的开支预算 敦马就强调和前朝政府不一样 他们一定会谨慎使用这些钱 不会超支使用 开价公司专门来偷钱 哇 这话中有话的 似乎是在点名前首相纳吉耶 看来西蒙政府对于这次提成的 财政预算案是信心满满 最后敦马还要媒体朋友好好研究 有任何问题他们一定会好好回答